第十三届全球华人羽毛球警标赛 第十三个国家大约一千三百名的选手前来参加 因此这项大会也被列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球赛 这一届的全球华人羽毛球警标赛 除了创下大马最大型的羽毛球赛记录之外 大家看看我的身后 这也是两项的大马记录 那就是全马最大型的金属羽毛球 以及是全马最大型的金属羽毛球拍 凯某人高教部副部长的董风诗姐表示 这一项不设奖金的警标赛 依然吸引了那么多人 证明各地的炎黄子孙 这一次是纯粹的以球会友 通过这种球艺的切磋交流 这肯定有助于推动整个羽毛球的运动 而前来参加比赛的名人 包括了前印尼国手洪阿比 前中国女将钱平 以及余总宣传大使叶倩文 但是叶倩文却在比赛前的练习中 拉伤了腿部的肌肉 我看到好几个医生 因为我说我三天后就要打球了 他们说你六个礼拜都不能打了 所以我现在掰呀掰的我就过来 我在支持我的朋友 因为我的朋友还打 我们香港队友十几个朋友一起来 叶倩文希望所有的选手 都可以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尽兴而归 NTV7陈佳琪采访报道 那接着来看体育消息 第十三届全球华人羽球锦标赛 在今天正式掀开了战漫 而热爱羽毛球运动的艺人叶倩文 也来到我国为这场大赛充当亲善大事 我们这就一起去见识见识叶倩文的风采 1295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羽毛球好手 都在今天聚集在雪兰娥补种的羽毛球场 摩拳插掌的准备在第十三届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中 一较高低 而当亲善大使叶倩文出现在会场时 顿时也成为所有选手的焦点 高教部副部长大队翁士杰在致开幕此时 也特别欢迎来自13个国家的选手 那么这次他们到来 我希望呢不单只是能够 这一步能够提升 我国国人对于羽毛球的这股日程 那么同时呢我也相信 通过这种球艺的切磋交流 这肯定有助于来推动整个羽毛球的运动 这项为期三天的比赛一共分成七个组别进行 而参赛者的年龄则是介于25到85岁之间 这一步能够提升